兰花叶片飘逸,花开芬芳,可以说是最优雅的一种花 这种花自古以来就深受来我们的喜爱 种类繁多,其中春蓝、惠蓝、剑蓝以及寒蓝和木蓝最为常见 那么对于新手而言如何去区分呢? 区别兰花的种类可以从兰花的叶冰环、叶片、花漆和花朵这几个方面去区分 那我今天给你们准备了五颗不同种类的兰花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该如何区分呢? 首先从春蓝开始吧 那么台面上这颗就是咱们春蓝的品种 春蓝的品种叶是属于这种比较细长的 一般长度在20厘米左右,宽度在0.5厘米左右 它的花期在3月份到5月份的时候 花开一杆是一花或者是两花,大部分是一花 花色多为黄色或者是绿色的 也有绿色中透,香气是属于比较优香的香气 它这个叶这边的话是带一个叶冰环的 非常明显一个叶冰环,结结在这里 炉头是属于比较小的一个炉头 叶边缘常常带有比较明显的锯齿 惠兰,惠兰有的地方叫九节兰 叶比春蓝的长阔壮大 而且它的叶面是属于比较粗糙的那种叶面 叶长大概有在40到60厘米左右 花开一瓶的话可以达到5到10朵花左右 那它叶宽一般在0.7到1.2厘米 香气是属于非常非常浓郁的香气 惠兰是没有叶饼环的,而且是没有甲铃精的 花期在3月份到4月份的时候 那么惠兰自民的品种有大一品成梅,解配梅 接着是贱兰的品种 贱兰也是我们所说的世纪兰 因产于福建而得名 它的叶枝是属于比较宽的这个叶枝 宽度大概在咱们1厘米左右 那叶长大概在40到60厘米 花开一杆4到6朵花 叶枝大多呈现这种工垂叶、斜粒叶、植粒叶等 那么看一下它这个是否具有叶饼环 渐兰的品种大部分大多数都是有带叶饼环的 那么它的甲铃精是属于这种比较圆润的 炉头是比较大的 花期在5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 一年可开一到三次花 那么渐兰的知名的品种有咱们的青山玉泉 翼红双椒、富山奇蝶、薰壳等等 墨兰的品种 墨兰俗称报税兰 云产于中国兰方花期在春节前后 而顾名为报税兰 叶宽大概在3到4厘米左右 长度大概在50到60厘米左右 朱形叶材是属于比较高调壮硕的一个朱形叶材 墨兰的花香是属于非常浓郁的一个花香 花朵的颜色大多为紫红色或浅褐色 那一杆可以多1到6朵花左右 那墨兰的甲铃镜是属于非常硕大的一个甲铃镜 看到了吗 因为它是属于高调的一个叶材 所以它相对应的甲铃镜是比较大的 那墨兰自民的品种有咱们的奇黑、金华3 还有黄金蚊带符 寒南的叶脉较出 一般叶长在60厘米左右 是所谓比较长的一个叶枝 宽度大概在1.5厘米左右 花亭高 它这个花杆拔尖会拔的比较高 30到60厘米 着花5到10朵左右 寒南的花瓣是呈现这种比较细长的花瓣瓣底 寒南有叶冰环 炉头 甲铃镜是比较硕大的一个状态 那 知名的品种有咱们的雪中虹 土山素等等 diplomatas 巴瑞 巴瑞 北海 北海